嘩!又有新的團體戰 今次難道可以追回幾隻色違暗影神獸? Hi!大家好我是憲哥 話說近來在程式碼發現到幾個有趣的東西 就是新的團體戰 對上次新的團體戰應該就是原始團體戰 今次發現到的團體戰就叫做暗影團體戰 只看名字大家都知道是關於什麼 就是關於高火戰隊、火戰兵團、暗影Pokemon 暗影團體戰目前發現到的資訊是有5個等級 就是越高越難打 我自己猜暗影的一星團體戰 有機會可能是平時抓手下的暗影精靈 我自己覺得它分了5個等級 應該未必會在平時都遇到的 就是可能有些特別活動 才可以打到暗影團體戰 如果不是的話 連同平時團體戰和合在一起 應該都很混亂 如果想打某一種團體戰 我這時候應該都很難可以打到 但這一刻暫時說都不知道 第二樣發現到的東西 也是這次活動最重要的一個消息 就是有一張新的團體戰入場券 是給暗影團體戰 那它是什麼樣子呢? 是否免費還是要付費呢? 就不知道 那團體戰入場券是什麼樣子呢? 其實都可以猜一下 因為去年在晴昔曼日 都發現了一張神秘的團體戰入場券 到現在都還未出的 有機會可能是這張神秘的入場券 因為都很深入暗影的樣子 那第三樣東西呢 就是勝出之後 就會額外的XP 目前來說 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遠距離參加 暗影團體戰 是不是在家裡都會輕鬆打到呢? 這個是值得去期待一下 那剛剛也說到呢 這個暗影團體戰呢 就有五個等級 那一星團體戰呢 剛才都猜過了 可能都沒太大用了 那可能三四星呢 我自己都很期待 會有暗影的白吉拉 那加上暗影上去呢 哇! 這些攻擊力真的很高啊 當然去到第五等級呢 最期待就是這些神獸 那可能是以往的暗影神獸 例如暗影的超夢啊 那些 又或者 是否終於可以全球免費獲得到 高2R22 買了入場券才獲得到的 自尊鳳凰 李基亞這樣呢? 最驚喜一點的 那就是一定是這兩隻 在本傳遊戲才出現過的 暗黑形態 真的有超夢啊 李基亞這樣 那無論如何 那我自己都覺得 暗影的五星團體戰呢 應該都不會太失望啦 是否至少都會來回一隻神獸呢? 還有呢 一件很重要的東西呢 就是平時大家捕捉到的暗影 可能都是偏向低IV的 但是團體戰呢 應該正常來說 都會有回一些保底 即是兩星啦 最低都是 即是適合我這些 完全沒有捕捉過 暗影高AE神獸的玩家 總結來說 暗影團體戰 我只覺得是值得期待 雖然目前的資訊不多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 始終如果到時真的 暗影神獸開放式圍的話 單靠打板無打 應該都沒有可能 有些暗影團體戰 可能追一下暗影神獸式圍也很多 好了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我是軒哥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